美好的一天 从早餐开始 菜单上看得到的 任君挑选 早餐要吃得好吃得饱 但不是有吃就好 看看吃尽的精致碳水化合物 铁板面 三明治 加上薯饼炸物等小点心 营养成分少之又少 撑不到午餐时间 就喊肚子饿 淀粉类的食物 在我们人体的消化代谢 其实它的时间是比较快速的 淀粉是选择不要精致的 我们尽量选择的是 全骨杂量的类的食物 然后再来重点 就是我们要搭配 蛋白质类的食物 豆腐 鸡蛋 豆酱 都是很不错的选择 早餐加强蛋白质摄取 有根据吗 美国一项医学实验 分为早晚餐两组 分别吃进不同分量的蛋白质 结果发现早餐组的蛋白质 吸收快 肌肉生长速度比晚餐组来得好 不过国内医师认为 不能将时间和摄取量 划上等号 因为蛋白质 促进肌肉生长的关键在于运动了吗 运动的那个时间点 在早上或白天的时候 增加蛋白质的摄取 会转换成利用 帮助生长肌肉的效果 可能会比较好 如果你是在晚上 才摄取大量蛋白质 活动量会比较少 对你肌肉生长的帮助 可能是比较有限的 吃够之外 尽量是平均分散在每一餐 帮助它快速地 能够长肌肉的话 你还是要搭配一些负重的运动 会比较好一点 都说要活就要动 营养师建议早餐 还是以蛋白质作为首选 搭配圆形蔬果 戒掉精致淀粉 少油少加工 才能真的吃得好 又吃得健康 大爱新闻 吕思萱简缘辑台北报道